嗨,大家好,我是谢迪 我现在退房了 卡着点退房 能多舒服的住一会儿,试一会儿 现在是11点50分吧 我准备搬家 因为住在这里蛮贵的 大概290块钱人民币一晚上 我就找了一个民宿公寓桌 单金150块钱左右 这边是一个俱乐部酒店 这已经是我能找到的 就是算便宜的 其他的那种正儿八语的高端牛链 那是贵的礼物 嗨, how are you? 嗨, I will check out Yeah, one, two, two OK, have a nice day OK, thank you, bye 这是 对俱乐部获得的一些奖杯 这是一个足球场 这是一个足球场 我住的地方其实是个篮球场 就是它中间是个篮球馆 我们就住在格拉拐角 我们就住在格拉拐角 现在我要坐公交车 哎呀,走路过来开厕所了 等公交车 这里头是有这个冷气的 还好昨天办了这个公交卡 这里走路又热 大地又贵 我的公交卡 就这个 想知道如何办这张公交卡 看上一个视频 这样就好了吗 好 应该就好了 烧了一下 哎呀,放车了 看着 车还不错 也有这个WiFi吗 搞不搞 这是我第一次做 阿夫扎比的公交车 大概六站 到了到了到了 我看着地图 房东给我发来的位置 应该就这边这栋楼 找一下 房东说是128号 对面呢是一个眼科医院 一个商场的后边 这就是那家眼科医院 这就是128号 应该就是这里 公寓号是103 因为我现在是没有网络的 应该坐电梯去10楼估计了 没网络就想办法了 这就是 这三家呢 哇,这电梯有点小啊 我还以为是10楼3号呢 最高9层 那就肯定是1楼 知道吧 好 如果说是103的话 我就很容易找得到 我在国外找路找房子 那是问题不大 那肯定是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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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里 就这里 敲个门 你是安娜吗 是的 好的 我的妈爷 好 谢谢 我真的没想到是这样的房间 这隔断间啊 好厉害 这是你的主板 哦,这是你的主板 这是你的主板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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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一个WiFi WiFi 然后连上一个WiFi OK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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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它这个跟照片也是完全 两个感觉 这是我在爱比因上的订单 两晚上308 我还订错是7了 我订的是6月4号到6号 然后 老板说你5号来也可以 住两天 我还是第一次了 住这样的房间 就这样真的是要150块钱 应该是有这个小门的样式 我的妈爷 9兆8兆每秒 一个视频居然只需要10分钟就搞定了 看来住在这也蛮不错的 这个也太吓人了吧 这个速度 还好住在这里啊 往速非常的快 上车市肯定真的是飞起 那我一下子就能接受它所有的问题 都不是问题 现在准备出门吃点东西啊什么的 我昨天自个儿又拿剪刀里了个发 本身我是购买了那个 这二八元打不过剪什么的 但是现在 在多哈啊 我也取不到那批物资 最后意思就是 我花了五千 五千二三百块钱吧 买的物资啊 用一千二百块钱人民币的邮费 从中国的深圳 游到了卡塔尔的多哈 我心想呢我去不了多哈呢 我就给小张说 我说小张 你看你问一下那个多哈那边的联盟快递 或者跌起来了 如果从多哈呢 把我这批物资给我弄到阿不扎比 多少钱 我心想呢 当时心想的也就二三百块钱吧 因为非常近啊 根本不需要坐飞机 就是陆地的运输就可以了 他呢 昨天去问了一下跌起来了 跌起来了回复的消息说 因为有一些是高科技产品 电子产品 阿联酋的就是入境的 这边的关税非常高 总共费用算下来呢 是两千人民币 我说那就别有了 别有了 我说吧 我一共买了才五千 我已经花了一千二了 你知道吧 要让我再花两千的邮费 把邮到阿不扎比 我说不可能不可能 我现在就没办法拿到这批装备了 不着急 因为小张他要等到七月份 或者是几月份 他那时候放假以后 他有机会度假 到时候看我在哪吧 他要有空 飞过来找我一块 溜达溜达 这样子把东西送过来 这都不打紧 好 我刚才要看了一下机票 就是从这里呀 如果飞泰国 可能就是个三千多四千块钱的样子 我现在已经是能接受了 因为别的地方飞更贵 如果说我去迪拜的话 我查了那边 那边好像比这边要贵很多 我还是考虑从阿不扎比飞 我还是考虑从阿不扎比飞 这阿不扎比的天哪 天天都是大太阳 热得要命 我还是在这里头带着 哇这里头好舒服 嗯 摄像头 这里禁止睡觉 禁止吃东西 来防疫措施 我要坐41路 到了海边那边 好了 这个海边我来过 两年前 今天再过来溜达溜达 这边建设的非常不错 发展的 都是高楼大厦呀 找个饭吃 这边一个水果拼盘就好多了 五块钱左右 这西瓜好贵呀 仅仅六块钱 我要吃这个 再买上一瓶水 这个水怎么这么贵呀 六块五哦 这谁喝得起 一喝这种一块钱一瓶的水就行 大圈的两块 背不动背不动 因为我身上背的电脑呢 把最终物品都带在身上的 看一些 这边 走多多少钱一瓶 三块五哦 中秋呢 我还是选择了大圈的 因为这个在一块多 两块钱 要小瓶的话我一口都干半瓶 买了没什么意义 主要原因还是因为贫穷 贫穷呢使我变得非常的强壮 我觉得我可以背得动 这个水果是因为前面很多天啊都没怎么吃水果了 要补充一下了 营养均衡一下 再加上也蛮便宜的 这个应该好吃一点 我看一下 这个也是菲律宾餐 多天吃的也是菲律宾餐 它这个至少还相对来说符合我们中国人的口味 在这个阿联酋旅行啊 吃饭问题都不大 最少说是你们找到很多东南亚的餐厅 也很不错 这是鱼肉吧 住宿的问题解决了 吃饭的问题也解决了 现在就是 今天我要做决定 飞哪里 从哪里飞 得订票了 你不能老在这个阿不达里混呢 我这好像是可以这样子拌饭吃 我觉得我还是拌着吃好一点 咱这还有水果 尝一下 不错 它这还带着甜味 说实话啊 目前为主还是不知道是啥肉 就吃不出来啊 看起来应该像鱼肉啊 它这个肉特别紧实 应该是鱼肉 这是什么鱼肉我不知道 百分之百是鱼肉 只不过就是 放的酱油太多了 我就快吃不出来了 在沙特阿拉伯就不要想 我天天吃 我天天吃 见到那个鱼肉饭 我都害怕 有一个冷知识啊 就是 帮你买西瓜 一买买一个 然后直接你吃 从中间切开 然后一人一半 拿个勺子这样 我天天吃 看电影 看电视的时候 你要想到 在全世界 基本上只有中国人 可以这样子搞 因为全世界 百分之七八十的西瓜 都是中国人种植 然后中国人消化 在中国你能实现西瓜自由 然后在很多国家 西瓜就是非常贵的东西 奢侈 你看同样的果盘 你买一个这样子 就这种呢 可能花个五块钱左右 就是迪拉姆 你要买一个几片西瓜的 只要六七迪拉姆 所以我考虑还是算了 我就很久没有享受过西瓜自由了 吃点这个 看这里头什么都有些 这个甜瓜 因为西瓜 种植变积要大 又需要水 很麻烦 这就是阿布扎比 世界贸易中心 这两栋楼 蛮糟的 这底下是商场 这边有个特别大的超市 陆陆超市 和这个陆陆超市 老板是印度人 我反正在中东很多国家 都看到过这个超市 这老板是大老板 这个商业中心 我又来海边吹风了 海边非常舒服的 这片海我可不是第一次来 我两年前没事干就在海边 思考人生 接下来怎么搞 当时真的是不太好弄 水还蛮清澈的 想看鞋底更多的环球旅行纪录片的朋友 可以打开今日头条或西瓜视频 鞋底的主页有合集功能 点击进入选择您感兴趣的国家观看视频 大家记得点赞哦